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默克尔新冠肺炎的电视讲话 我给大家节选了一些比较有用的句子,并做了一些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我相信,这个可以口语中很经常用到,除了 Merkel说的这一句 我相信,那我们这一项会有很多经常用的说法 比如说,我相信,那你试试的试试 或者像我说的,我相信,那我们的试试 我们必须有很多运动 aftermath 所有这种试试的试试,我相信 vet начала 但请大家直接组重重重前等 或者 SEN APPLAUSE 比如说 我实际icken荣试的试试 另一种试试 在难的情况下考验模仁 比如说 我会给你试试 在难的情况下 等同于 这是一个很口语化的句子 在别人问你的时候 比如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成语的大学 你就可以说 之后你可以再解释一下原因 还有另一种句子 如果现在去吃饭 那么我可能以后会来晚 但是我要冒这个险 因为我饿了 再举个例子 Auf einen Versuch sollte man es ankommen lassen 应该冒险尝试一下 好了 如果你们有问题 可以写在留言区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至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